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是因为吃的东西奇怪 那卖东西的就更奇了怪了 您要是亲自到了千安就会看见 蛤蟆吞蜜的店面全都姓张 不是张二严就是张三严 说明做蛤蟆吞蜜的秘方 还只见于老张家内部 开店的都是张家的亲姐们 秘方是盖部外传的 有些客人他们比如说开车去唐山啊 或者是秦皇岛北京什么的 路过千安都得把车拐个弯的开进城里来 带几个蛤蟆吞蜜在路上解馋 那这蛤蟆吞蜜究竟是什么呢 到一块去看看 这蛤蟆吞蜜听着耳熟 澳北京也有一样小点心 是叫蛤蟆吐蜜 是用芝麻烧饼里边包着豆馅 吃起来甜甜的 跟吃了蜜似的 可千安的蛤蟆吞蜜在外形上 虽然和北京的蛤蟆吞蜜差不多 外边也是一个烧饼 和里边的区别 那就大了 北京的是豆馅 这千安的可是荤蜜 您看 这个就是给我包好的蛤蟆吞蜜 它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您看 这个夹着它的削饼 从侧边看的 就像那个蛤蟆张着嘴似的 太香了 香了我都张不开嘴了 小白似乎是夸张了点 这时候您要问了 这蛤蟆吞蜜再香 看起来也跟陕西肉家模差不多呀 里边夹的 不外乎就是猪肉或者牛肉 没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呀 您别着急 这千安的荤蜜吞蜜的蜜呀 就是它里边加的东西很神秘 只要是您能够想得到的 猪身上的任何零部件 它都能给您放进去 像咱们吃这个传统型的就差不多 里边加点猪肉就成了 要是斜性点的 您来个特别的 里边加的猪口条 猪尾巴 连猪鼻子都能给您整进去 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不可思议的是给您加这个 您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猪的眼珠子 这千安蛤蟆吞蜜的最高境界 就是烧饼里边加猪眼睛 这玩意儿不见得谁都能吃得进去 想挑战吗 您要是有兴趣 赶明就到千安试试 蛤蜂吞蜜的最高境界 千安第二绝 画画不用笔 这千安第二绝就绝在千安的特产宣纸上边了 到今天千安还是有很多传统手工制作宣纸的作法 千安的宣纸虽然没有安徽宣纸的历史悠久 但是却很有名 为什么呢 千安有一个奇人 给这儿的宣纸带来了一个奇怪的用途 什么呀 画画 应该说了 这画画可不靠的就是笔墨纸焰吗 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这新鲜的地方就在于啊 它光用纸 不用其他三样照样能画出来 您说这没笔没墨的 这画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看来呀到这个千安来旅游既可以长见识 同时呢还可以品美食 真的是挺不错的 好了说到这里呢 还是要跟您问声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就是 云南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精彩呈现的 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刚才片子在结束的时候 我说过在千安有这么一位奇人 可以在宣纸上呢 不用笔不用墨就作画 是不是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 来我们一起跟着片子来看看 在千安有一个人很怪 怪在哪呢 画画只用文房四宝里的纸 其他三样一概不用 您想想就用宣纸 他这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人家用这个 你没看错 这真是老子 平常干活时的 即便是要和艺术沾边边 咱也就是听说过在木头上烙画 要是用烙铁在纸上试活 结果不应该是衣服 那应该是窟窿 刚才看王老师画烙画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所以呢 我现在也要来试一把 烫一笔漏一笔 我就太失败了 有窟窿啊 那是新手 偏偏王老师就能把这三百多度的烙铁 跟薄如锦沙的宣纸 结合到一起 整出一门不可否议的意思 您瞧王老师是蜻蜓点水 飘轻的 跟跳华尔滋似的 不过这舞可真是不好跳 这比快四还得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这活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想用烙铁在纸上做画 关键在力度上 其次烙铁划过纸面的速度 不能超过零点一秒 什么概念 眨下眼的功夫 这纸就已经糊了 但是干这活 光有手上的功夫还不行 这纸上也得有准备 因为我这个经过特殊处理 我用两层宣纸 粘在一起的 用现在的胶膜 给它粘在一起 这个针处理过以后 烫过以后 这纸都不容易碎 真的这是两层宣纸 从这边摸吧 你还觉得它有点操操的像宣纸 但这边都特别滑 就跟胶带的封面似的 烫过以后都特别光 哦 还真的是不露 你看就是后边有一点点叶 但是这个纸一点都不露 不露啊还不是目的 我们正常的理解是被烫过的东西 跟刚出炉的烧饼似的 一折就碎了 但人家王老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这烫过了瓣 您卷起来 折起来 墙怎么弄 就怎么弄 都不快碎 这里边的技术活 可都是人家的不传之秘了 而且您再看看这王老师的大作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千安第三诀 以毒养身 要想见识这千安第三诀 那得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 凉快不说 这空气好 您心情就好 心情好 这身子骨也舒坦不识 到这不就是来养身的吗 所以在来千安之前 咱们就打听好的一个地 叫白杨玉 到这来吃饭 吃的就是一个字 野 你看啊 咱们这有野蘑菇 还有野菜 这是河里的野生小云 但是最野的是这个 这可是武装到牙齿的鞋子 咒服夜出 一般都躲在石头下边 阴雨天 常跑到村民家里串门 尤其是东北的土鞋子 您知道有多毒 说出来吓您一跳 就跟眼镜蛇差不多 要是不小心被他给遮了 如果抢救不及时 四天就能要人命 但是蝎子再毒 他也有天敌 谁啊 就是小白这种好吃的主 捉蝎子的时候 把石头一掀 有蝎子 您赶紧吹口气 他就不跑了 为什么呢 蝎子怕风 一吹就晕 用这个办法抓蝎子 就轻松多了 这蝎子呢 也就成了咱们饭桌上的常客了 但吃蝎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蝎子毒 大姐 这个蝎子有毒的话 去毒怎么去 喝清水 撒上咸盐 一泡 他给这毒 碰土都送来 说到这儿 您要问了 这蝎子在北京的郊区也能吃的 干嘛非要去那儿吃呢 这道千安吃蝎子 绝就绝在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一般正常的 应该是秋天蝎子多 平时很少见 可在这儿 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因为蝎子可以养殖 而且听大姐说 为了更好地保留住蝎子的营养成分 就把它当小黄鱼似的 炸着吃最好 挺好吃的 还挺香的 就有一点脆脆的 就跟炸豆皮那感觉 我吃一大只的 刚才我吃的那只的毒针进了我的牙缝 好像个的还挺难受 大家把它踢出来 鲁迅先生说过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想一定是勇士 蜘蛛也会有人吃的 只是觉得味道不好吃 才没有吃下去 这么说来 第一个吃蝎子的人 更应该是勇士 您想蝎子多毒啊 弄不好小命就没了 不过这位勇士是谁 已经没办法考证了 不过即便勇士吃过 也证明了蝎子的确好吃 可是如果换成您 要吃个炸蝎子 还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蝎子可真是个好东西 既可以去风湿 同时还能够治疗痙磷 不过今天在友情 赠送您一条小常识 如果您有机会去那里 一定要到后厨去 问人家要两只活的 然后拿回家泡到油里 据说用蝎子泡的油 可以治疗烫伤 还特别有效 好了 逛完了这个千安 接下来我们要到三亚去逛逛 逛这个三亚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 两口子吵架的事 您肯定特别奇怪的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两口子吵架 是很正常的事 吵架就比能耐呗 你比我强 我比你强 反正就是在此 这个时候 女的要说一句话 那男人准保耶在那里 说什么话呢 那就是说 你们男的能生孩子吗 您还真别说 也许在十年之内 通过某种高科技手段 男的也能生孩子 不过今天 您要是到这个三亚的 淡路家人家去做客 您就会发现 有一件事 它比男人生孩子 还要难 因为这个男人呀 压根就做不了这个事 究竟是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片子 在南海靠近三亚的海域 有着我国最大最神秘的 一片珊瑚群 每当月圆之夜 从海底的这片珊瑚森林中 能泛出隐隐约约的荧光 有时候竟然整片的海面 都会被从海底射上来的 这片荧光所照亮 难道是海底有海妖怪鱼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 都不是 如果是一个彩蛋人 看到了这幅奇景 他会告诉您 这是海底有宝贝呀 彩蛋人听着比较奇怪 他却是中国古老的 七十二行里的一种 在汉朝的时候 就有这个行业了 所谓彩蛋 彩的可不是什么鸡蛋鸭蛋 而是海里宝贝中的宝贝 珍珠 而我们前边提到的 能照亮海面的荧光 就是海底的珍珠 发出的光芒 珍珠咱捡的不少了 可究竟什么样的珍珠 居然能发出如此 梦幻美丽的光芒呢 说起珍珠 中国人可太熟悉了 从秦汉开始 人们就知道 这是好东西了 在中国最好的珍珠 是东珠 东海里的珍珠 据说那是因为 东海的水质 含盐 含矿物质高 养出的珍珠 各个是珠源郁润 空体饱满硕大 乃是精品中的精品 比东珠稍微差一点的 就是南珠 也就是南海的珍珠了 不过到了海南岛的海域 情况又不同了 这里的海底是一片 巨大的珊瑚森林 没点本事的人 进到里面去 轻则迷失方向 重则丢了性命 也正是有这些珊瑚森林的保护 这里的珍珠都有了几十 甚至上百个年头了 用老一辈彩蛋人的话说 这些珍珠都是成了精的 要说彩蛋人的话也没错 在这些珊瑚群里 有一种名为 车渠的贝类 这种贝 长大了 真跟成了 棒精 没什么两样 每当月圆之夜 车渠棒都会打开 紧闭的贝壳 让珠子 吸收 月音的精华 久而久之 车渠背的珍珠里 运满了月色的光滑 在光显昏暗的环境里 它就能自己发出乳白色的荧光 这就是传说中的夜明珠 在月圆之夜 海面上的荧光奇景 就是这夜明珠发出的 由于珊瑚群接近深海 许多水族的鳄鱼 都会被明珠的荧光吸引 徘徊不去 平日里车渠背 为了保护自己 轻易不会完全打开蚌壳 所以一年当中 海底明珠映月的奇景 只不过有几个瞬间 都是在满月最满 光滑最盛的夜晚 而在珊瑚礁里 踩这些车渠背的夜明珠 更是九死一生 因为这车渠背 长得巨大无比 没法挪动 所以只能趁它的背壳 完全张开的时候 伸手去取 但是您看到这巨大的 车渠背壳没有 像不像两片巨甲 在海底踩猪的时候 一不小心惊动了它 是一招地甲藏猪 那时候就只有一线 雪水飘上海面 连尸骨都收不回来了 在汉朝的记载里 最早也有男人下海彩蛋的 可这些彩蛋男十有八九 都会落得葬身海底的悲惨下场 唯一能够活下来的 也踩不到夜明珠 而没有结过婚的处女 却往往能成功地取回夜明珠 有心人细细一琢磨 原因恐怕是这样的 有一样工作 是男人他就干不了 甭说男的看着 就是接过婚的女同志 都甭想找着 有一个地方 您说它像是富人区吗 我告诉您 就这儿每一货 家里边的存款 少则一百多万 多则上千万 有一种鱼 那气性是相当的大 它是那个豚类的一种 就像那个河豚那种 有一碗粥 它号称是天下第一粥 米香再加上鱼香 活在这么一起 贴着您的舌头 一直往下 这车渠背 吸韩月之精华 这个是韩气阴气比较重 所以对一些阳气重的东西 它都会躲 甭说男的看见了 就是接过婚的女同志 都甭想找着她 必须是未结婚的小姑娘 静身之后 然后跳到海里边 才能轻轻地 把珍贵的车渠背里边的 南海珍珠捧出来 也就是说男人洋气重 容易引起车渠背的警觉 而未婚的处女 阴气更胜 车渠背反而察觉不到 于是才能顺利地 取走叶明珠 更奇怪的是 在三亚的彩蛋行业里 还流行着车渠好色的传说 因为越是漂亮的彩蛋女 越能采到上好的叶明珠 其实最好的叶明珠 可不仅仅只会发光 当有人贴身佩戴 这颗珠子的时候 这颗叶明珠会吸收人气 渐渐的珠子里会越变越透明 最后变得跟琉璃一样 这种奇特的变化 也只有在这种吸收了 天地之精华的野生海珠上 才能体现出来 平常的珠子 您就是带上一百年 也不会有这种变化的 因为最早同是彩蛋的行业 所以沿海的这些水上人家 都被人称作是蛋家人 也许是他们的水性 实在是太好了 历史上很多人甚至怀疑 他们不是人类 而是海里的神仙 恨天室和怪鱼交人的后裔 其实蛋家人不但是人类 而且还是汉族的一个旁支 春秋后期 越国被诸侯所灭 一部分国国家王的越国后裔 就撤到了海边 选择永远生活在水上 从此不踏足陆地 自此才有了现在的蛋家人 因为蛋家人整日都生活在水上 很少上岸 历代朝廷都觉得这些人 择水而居 不好管束 于是干脆把他们贬为贱民 不许他们的后代读书 不许上岸生活 还不许他们穿鞋 所以自古以来 蛋家人的生活都十分的辛苦 不过现在蛋家人住的鱼牌 那可是三亚著名的富人区了 别看他们在这鱼牌上的家 这么简陋 这里几乎每家都拥有 价值几百万的大鱼船 而且就在不远的岸上 还有豪华的别墅 不过至今蛋家人 几乎没什么人上岸居住 还都守在这简陋的富人区里 您想想出生就在 摇摇晃晃的海面上 每天工作也在 摇摇晃晃的海面上 突然这地面一不动会儿了 是有点不顺 特别是这五六十岁的老人 上岸上连觉都睡不着 旁边得有人晃晃着才能睡着 所以干脆还是搬到这鱼牌上住了 现在这鱼牌上 还是这些蛋家人 这个最主要的居居地 那么岸上的那些房子 倒成了他们度假的别墅了 现在的蛋家人已经不去采荡了 他们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除了养鱼卖鱼之外 还有就是大排档 而且蛋家人才是大排档 真正的发明人 这个才叫大排档 这要在北京晚上啊 哥们儿要想去喝点小酒 吃点小菜 去哪啊 大排档 你想啊 几个人在这小风里边坐着 推杯唤展 那是其乐融融啊 可您知道这大排档 这仨字从哪来的吗 我告诉您 就是从这鱼牌而来的 大排档嘛 就是这鱼牌的档口 吃大排档 就在这鱼牌上吃饭 您要问吃什么 是 我要跟您说 吃川菜 您也得信的 什么呀 生猛海鲜的 何为生猛 就是您见都没见过的 在这鱼牌上 那一百多斤的大石斑 和一百多斤的大湖梅 都不好意思给您拿出来看 要看得看这个 气骨鱼 好像那个建猪 对就像建猪鱼 也有地方管它叫建猪鱼 其实它就是 它是那个海豚 豚类的一种 就像那个河豚那种 有毒嘛 那海豚就没有毒了吧 别看它长得难看啊 我告诉你 做粥相当地道的 我们刚吃了 你们刚吃 怎么样味道 很好吃 一会儿我得尝一尝 没有吃过 很好吃 就是说 吃吧 听见没有 人家都说了 第一次吃这么好吃 要说这气骨鱼 那可真是名副其实 这鱼气性可够大的 往岸上这么一捞 随便在嘴边上这么一逗 它就能气得 骨得跟个皮球一样 搁回水里好半天 它才能变回原形呢 有人常说 这气性大的 都是有本事的 这气骨鱼也不含糊 它长着一嘴的钢牙历史 在海底 砖以贝类为食 一口咬下去 连坚硬的贝壳 都能咬得粉碎 所以在这提醒您 气气它就可以了 千万别把您的手指头 伸到它的嘴边上 要不然它咔嚓这么一口 您可就成了 九指神盖红旗公了 在这淡加鱼排之上 最著名的一道美食 就是这气骨鱼 熬成的粥 它可是号称 天下第一粥啊 所以别让它咬着您了 还是咱把它吃了 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粥的 气骨鱼做的这个粥 现在已经上来了 尝一尝啊 确实是鲜啊 真是鲜 鱼味是一点都不腥 鱼肉这些鲜味 跟这粥全部裹在一块 您就琢磨了 米香再加上鱼香 活在这么一起 贴着您的舌头 一直往下滑 滑到底上 然后这香气再往出样 自己琢磨你 这里边这刺呢 喝这粥您就外行了 气骨鱼是没有鱼肉的 全身就长了一层皮 所以这晚天下第一粥 是拔了气骨鱼的刺之后 把鱼皮剁碎了 或者三亚当地的一种 红香米熬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能够熬得这么鲜 这就是淡家人的小秘密了 在鱼排上吃最新鲜的海鲜 喝也得喝最新鲜的酒了 这是本地的一种酒 叫做鲜海马酒 就是用56度的高凉酒 把这盖打开以后 把一些新鲜的活的海马放进去 这个海马一泡到这酒里边 就会吐出一些分泌物 时间长了以后 这些分泌物就融在这个酒里边 你看现在这个酒 已经有一种淡淡的乳白色 吃海鲜 喝鲜海马酒 这又是淡家人的另一个小秘密 这海马酒大补子不用说 俗话说原汤化原石 这海马和海鲜都来自海里 这海马酒顺顺当当的 就能把这些生蒙海鲜给化了 让您吃海鲜也能吃个顺顺乎乎乎乎 怎么样 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心动了 看来来这个三亚呀 除了到海边去玩水之外呢 还可以到淡家去做做客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呢 你会更加的了解三亚这个地方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感谢您今天中午那么忠实的守候 明天中午12点 云南卫视精心啤酒旅游新时空 我们还会继续给您奉上精彩的旅程 我们不一样的旅途感受 我们明天中午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说啊是吗 飘得似海醉 云南的美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是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是神奇的美 云南的美是望风亮的美 云南的美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美是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美是奇才的美 云南的美是望不了的美 云南的美��게 云南的美是欢? 云南的美是爱 云南的美 number 云南的美�� 云南的美是穿原来的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